叔叔 嬸嬸 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乔乔的照顾 我就先看围境了 来 新婚快乐啊 谢谢 能看到乔乔有个好归宿 我们也算对得起乔乔的爸爸妈妈了 是 不过乔乔啊 我有点奇怪 嬸嬸 您尽管说 你们这张婚纱照为什么这样拍啊 是这样的 恰恰 你的结婚证呢 结婚证 你问我结婚证干嘛 我可不会跟你离婚的 这是你的结婚证 陆锦年 你这个小偷 还给我 瞧瞧 瞧瞧 别吃 陆锦年 你说过结了婚就不会再离婚的 现在我把结婚证都吃了 我们不会再离婚的 对不对 巧巧 我们一辈子不离婚 真的 真的 这孩子 可恶 竟然这么对我 都是你 巧义 我不会放过你的 在干什么呢 对 金锦年 嗯 你说我们的蜜月旅行去欧洲好不好 你决定就好 我让申明哲给你排了一个礼拜的婚假 我在想去欧洲哪儿好呢 来研究一下吧 这完全再说了 别啊 我正打算订机票呢 在不就来不及了 你有没有想象的国家 巧巧 今天可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要不要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嗯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吃的 你行 来 来 来 快点 走 拿牌威士忌 来 来 快点 拿牌威士忌 原来是三合缠媒的秦总啊 这世界真小 是啊 世界很小 有些人能活得很好啊 有些人却什么都得不到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怪就怪世界不公平 这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所以既然想得到 就要努力去争取 就算最后被怨恨 你总比什么都得不到的强 我幸亏 我幸亏 凯莎 几年怎么还不来啊 早知道 就一起去公司等他了 乔乔 我来晚了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在路上出什么事了呢 没事 路上有点赌 还没事 我们去不了巴黎了 我刚问了航空公司 今天已经没有飞巴黎的航班了 看来我们去不了了 走 去哪 到了 可是我们得先拿行李 让生命者一起去吧 走 赵兰 这度假村看着有点眼熟 这是我拍第一部戏的主场景之一 当时我就很喜欢这儿 我就想着有一天我一定要带来这儿 不愧是有着老公回忆的地方 就连空气都是香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蜜月地点 这个只是暂时的弥补 你想去的巴黎 我一定会带你去的 你先带我 我去先拿 好 抱歉 那是我的珠子 谢谢啊 用这个包起来吧 这样珍珠就不会掉一地了 你人真好 我叫金妮 你呢 我叫乔姨 谢谢啊 乔乔 方块办法 锦年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好巧啊 你谁我不认识你 你也认识锦年 何止是认识啊 我那儿很熟的 我给你看照片 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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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年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你不是把我给忘了吧 那你们先留 我走了 乔乔 放开 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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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真的不认识他 那照片怎么解释 那照片一看就是批的 你放心 除了你 我不会跟任何人拍那种照片的 暂且先相信你吧 谁让你这位国民老公太出色了 养你的人这么多 坐我了 好疼啊 没事 没摔着吧 是你